哈囉 大家好 我又回來了 我是收納幸福 廖勳 廖哥 請問一下 現在有人上線了嗎? 應該大家都在家裡防疫 那如果你上線的話 可以就是 留一個讚跟愛心 讓我知道你在線上 因為我剛剛手機不知道怎樣 突然變成直的 所以你們的留言會變成直的 我會看不到 嗨 好 大家午安 我相信像現在啊 就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都在家 那我覺得既然你都在家了 也沒什麼事 所以就 聽聽我說書 然後開始斷捨離吧 那我今天要講的這本書 叫做 丟吧 成為更好的自己 這本書蠻久的 我看一下 它好像是2016年出的 對 2016年出的 然後它薄薄的一本 這就是山下音子出的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是一個 不太喜歡看書的人 然後你又很想要知道 各種就是 丟東西的方法 或者是說 一些觀念的乾貨 就是 純粹是非常精華的精華的話 你什麼書都可以不要買 你就買這一本就好了 因為呢 這一本書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你們就是 有沒有買這本書 如果有的話 你會發現 你斷捨離系列它有一大堆 比方說斷捨離流服 看力 自在力 什麼什麼什麼 一大堆的對不對 你全部都不用買 你只要買這本 就可以 開玩笑的 但是 講真的 如果你真的很看字 看很慢 那你乾脆就是買這一本 因為它裡面有 教非常多的技巧 嘿 對這本書真的超讚的 好 那你們 我要再講一下 就是說 假設啊 你對就是我的直播非常有興趣 然後你也很喜歡聽我說話的話 欸 我的YouTube 感恩吉奇姐 YouTube的頻道 就是收納幸福廖新雲 你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我的影片 那我在之前有看到有人留言 就是說 在我YouTube下面留言 就是說 你的影片非常讚 就是 我怎麼現在才看到 就是相見恨晚 但是 我就覺得很開心嘛 可是當然也會有人就是 跟我講說 我覺得你影片太長了 都看不完這樣 欸親愛的 外影片 不是要給你看的 我是要給你聽的 你知道我的影片 大概都在一個小時左右 可是你知道 整理東西也差不多 花一個小時 你就放著聽 你不用管我講什麼 你就先去做 可是很奇怪 我聲音有一種魔力 我現在在跟你講 斷手禮的方法的時候 你就著手去做嘛 你現在就動手去做 我不是叫你看著我 你不要看我 你就先去做你的事 你就放著聽 這個一個小時 如果你把我的聲音 當背景音樂的時候 你反而會覺得很快 有沒有 你自己說 有的幫我加一 好不好 有的幫我加一 真的啦 我的聲音是 我現在的直播的這些說書 都非常非常適合 當你直播的 啊不 當你整理的背景音樂 好 那我要來教大家就是 斷手禮 斷大家都知道就是 都知道那種最基本的 就是斷 就是那個所有東西的入口 其實他之前有講過 他就像一個那個 呃 那叫什麼 呃 突然不知道怎麼形容 像一個水池一樣 所以你的水要放進來的時候 就是那個水池的入口 所以他意思是說 當你的斷就是東西的入口 所以你如果不要輕易的讓你的東西 進到你的家的話 你東西就不會這麼多 你知道像現在剛好是我們 第十期的最後 最後尾聲 那昨天我們在直播的時候 就有人就講說 喔 你知道我學會收納整理之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就是 我以後再也不拿贈品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一個 東西的入口 你在家裡的時候 你如果這些東西 你不要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就拿很多贈品啊 別人送給你的東西啊 或者是 呃 比方說買一送一啊等等 你這些東西越少的話 你東西 家裡的東西 就不會 你在整理的時候發現 靠我怎麼還有這個 啊這裡什麼 就是莫名其妙一大堆 欸大家都加一喔 愛心愛心 所以各位 真的你如果要整理的時候 像現在就是一個 整理的好時機 反正我們就是 在家裡當防疫英雄的話 我們不要出門 好不好 就好好檢視 你的家裡面的東西 然後聽我直播 動起來這樣子 所以 當你出門的時候 你有意識 不管是你買東西 拿東西 收東西 你都有意識 就說 喔我不要把這個東西 帶到我的家 那你其實東西 就不會這麼多了 然後你只選擇 你必要的東西 比方說 我們在整理化妝品的時候 有很多人就說 喔天啊 我那個粉底液買五罐 我大概可以用一年吧 兩年吧 三年吧 其實你要去算 你多久用完一瓶 而不是覺得 這個好好用喔 然後都囤積很多 而是你就 留下你必要的東西 就好了 比如說 我知道這個粉底液 很好用 但是我 目前大概 五個月 或六個月 半年好 半年用一罐 那我就是用完 再去買 這樣就好了 我跟你講 它真的不會 就是 有的人會說 它會斷貨 它就算斷貨了 你之後還是會買到 更適合你的 而且化妝品這種東西會日新月異 所以各位 你真的不要再囤積東西了 這就是斷 從源頭的地方 你就不要拿回家 那也有一些人就說 欸這個我不要 你要不要 這送你好了啦 其實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不需要的話 你也可以很直接跟它講說 欸我也用不到 沒關係真的不用 不然你知道嗎 那個東西回到你家的時候 變成你的的時候 你會很難丟掉 而且你會覺得 如果我丟了這個 我就對不起我同事 如果我丟了這個 我婆婆來檢查怎麼辦 所以 像這種 就是你從斷 一開始你就不要拿 還有 你一開始就不要 拿那些贈品 也不要拿別人的東西 你就可以省掉很多麻煩 對 將入口縮小 嚴選家裡的物品 哇 Iris真的是模範神 講得超好 然後捨呢 就是 東西的出口 你要把它丟進 你要把它丟出去 講真的 斷啊 就是 叫你不要拿對不對 不要拿你可能就已經有點困難了 丟更難 這個東西如果進到你家的時候 你會覺得 啊 媽呀 就是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我不會用到 可是我就是沒辦法把它丟出去 講真的 其實 有沒有辦法這件事是你可以決定的 沒有那種丟不出去的 就像 假設我有這罐乳液 我有這罐乳液 我真的覺得我不會用到 我也覺得蘋果的味道 我不喜歡 但是我丟不掉 那有可能 對不對 你換一個角度 把這個你丟不掉的東西 當成一個祝福 它是一個禮物 像我前幾天遇到 我去那個台南市政府 教大家膠囊衣櫥 就是用最少的衣服 來穿搭這樣 然後在那個中間 有一個媽媽 就是在休息的時間 就問我說 她的大女兒 買很多名牌的衣服啊 然後有一些也是她去百貨公司 買給她的 可是呢 她就覺得 她現在要嫁人了 然後她有很多衣服 那些名牌的衣服 她不穿了 然後她要清出一個空間 對不對 她就開始丟出去 那 這個媽媽是 媽媽自己叫女兒斷手離的 可是當她把那些名牌衣服 丟出來的時候 她又覺得捨不得 然後捨不得之後 她就覺得 那不然我給我惡女兒穿 結果 因為大女兒跟惡女兒的身材 本來有點像 可是後來 惡女兒呢 就是 有去健身 所以體態就不太一樣 那也很奇怪喔 她說 她惡女兒只要穿著大女兒 不穿的衣服的時候 大女兒回來 看到她惡女兒穿的時候 又會覺得 欸 那一件是我的欸 然後就像小朋友這樣 她玩具不玩 然後別人再玩她 就覺得又喜歡這樣 所以 所以她就是 呃 跟我講說 她覺得那個衣服丟掉很浪費 惡女兒又不穿 怎麼辦 我說那請問你想穿嗎 她說我穿不下 所以 你從頭到尾都執著在 這些衣服買了很貴 所以我丟不掉 但我惡女兒也不要 然後我大女兒也不要 那現在該怎麼辦 我說 講真的 重點是 假設這件衣服 這些衣服 一件都一兩千 都非常貴 可是她已經讓大女兒有穿過了 那你惡女兒也不能穿 那你乾脆就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祝福 它是一個禮物 送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那你想一下 其他有需要的人 她穿了這件衣服 這個兩千元 本來在你家 是完全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的 可是換到別人家 人家可以一直穿 這個兩千元的衣服 比方說她穿了二十次 欸欸合吧 對不對 所以所有黏在你手上 你丟不出去的東西 你都把它想像成一個禮物 這是一個禮物 禮物 我現在不會用你了 再見囉 請你去別人家 當別人的寶貝 那你就可以送出去了 對 隱形成本獎 超好 對 所以 你真的不要再 覺得丟不出去了 那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 丟不要的東西 其實 很辛苦 可是你要想想看 買東西很爽 丟東西很累 所以你現在是買東西的時候 真的要注意 你買東西的時候 要想想看 我以後如果這些東西 不要的時候 我要怎麼把它丟掉 好 再來就是 你在丟東西的時候 你只要留下 你真正需要的就好 你知道我們昨天就是第10期嘛 然後就有 我們第10期最後 現在正在整理到 就是廚房的部分 那剛好現在是疫情 所以呢 那個人就非常感謝 他自己有參加這個挑戰營 因為在這個疫情 他最後整理到廚房的時候 他整理他的食物 他整理他的庫存 整理他的冰箱之後 他把他所有東西都整理得 非常清楚 集中好了 他知道天吶 我擁有的東西已經這麼多了 然後 我就知道 我哪一些有多少 所以我就不會再盲目的 在囤積這些物資 或者是說這些食物啊 所以真的要奉勸各位 現在不能出門好不好 你就是不要再去跟人家 去大賣場那一集 你如果真的有需要那些東西 食物的話 你可以上網訂購 好不好 就不要出門了啦 不要出門 就好好在家當防疫英雄 好 好 第三就是禮 就是脫離對物域的執著 對不對 可是這個禮呢 其實 說穿了就是 重複斷跟捨 斷就是從 源頭的時候就不要拿進來 捨就是 把不需要的丟出去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一直重複這個的話 你就會讓你自己 變成是一個精挑細選的概念 你會精挑細選你的東西 然後從它的入口到出口 都是非常順利的 而且 你就可以讓你所有精挑細選的東西 都可以發揮它最適當的功能 這樣 發現有兩盒未曾 對 然後你看燕子剛剛有說啊 買東西會想清楚 因為之後要丟很辛苦 對啊 真的真的 你就是 你在丟東西的時候 知道有多折磨 之後你以後買東西 你就會謹慎 比方說 耶!我現在覺得這個這樣子 買一送一我應該買個五份 欸 想一想 丟東西很辛苦 它到最後過期的話 浪費你的錢喔 你就會想清楚 然後就比較不會亂買東西 對!反覆的斷根審 沒錯沒錯 好! 那如果呢 你希望你的人生順利的話 其實你可以藉由這個丟棄東西呢 將關心的點 轉到你從來都不會注意的地方 欸!這樣講很奇怪 到底在講什麼 可是說真的 你在親你的家裡的東西的時候 你突然就會發現 啊!我以前覺得 我應該要買很多繪本給我的孩子看 但當我把繪本斷捨離之後 我才發現 我真正需要做的 不是買一大堆的繪本 而是就僅有一些他喜歡的繪本 然後好好的陪伴他 看這些繪本 這才是對的 好!再來實踐斷捨離的時候啊 你會心境上產生變化 而且你的生活變化的時候 你的人生就會變化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我去收納整理之後 那些人的家好像都會有一些改變 或是有奇蹟出現 其實就是你的心情 你的心境有變化了 你的整個環境跟生活就會變化 所以 呃!運勢也是 就是有的人 我常常在講我的名言就是 幹什麼? 幹屍分離嗎? 有沒有人知道我的名言是 幹什麼? 幹才烈活嗎? 好!我現在考一下大家 我的名言是 我的信念是 幹什麼? 來!請回答 請作體 我的信念就是 幹 幹什麼? 哪有那麼人會贏 沒有人知道我的 我的名言嗎? 就是我的信念 我的收納信 對!乾淨的家 然後呢?然後呢? 乾淨的家什麼? 乾淨的家 後面還有一句 對!乾淨的家 會好事發生 所以 你知道嗎? 乾淨的家會好事發生 就是跟運氣有關係 運氣 氣 氣要流通 要有運 才會讓你有運氣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就說 像 就像一條河上 你把那個 河流上面的廢物清掉的時候 運氣就會流向我們 所以乾淨的家會好事發生 說穿的就是運氣 你這些東西有在運作 那個氣才會 好的運氣才會生起 所以乾淨的家會好事發生日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信念 大家會記得 好 然後他就有講到 女人啊 女性非常喜歡收集容器 就例如說 很喜歡收集 罐子啊 箱子啊 袋子啊 籃子這一類的東西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子宮器官 是一個孩子的居所 所以我們的本能 就會很喜歡收集這樣子的東西 那另外還有 在衣服這一塊 我們都會很希望 就是說可以帶給別人的 形象是怎麼樣 像我前幾天說 我教那個膠囊衣櫥 講真的 膠囊衣櫥 它不需要非常多的衣服 它是一個組合排列 所以當你會的時候 你十件衣服 你可能可以創造三十種不同的穿搭 所以我覺得 很多時候 你的衣服不用多 你反而是知道自己要什麼 你知道自己喜歡的風格 或是了解你的興趣跟嗜好的話 你就會購買到你自己真正喜歡的 真正適合的 然後覺察到自己說 原來我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需要什麼樣的衣服 你會慢慢了解 有一個人說 第一次看到你直播平常都看YouTube 欸對 現在直播可以跟我互動喔 好 然後 另外就是說 衣服啊 如果你買衣服 你只是渴望別人的喜愛 就比方說 現在很流行什麼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 我也是一個很流行的人 所以呢 我就會想要買那些衣服來 引起別人的重視 其實你久而久之 你只是在扮演別人要求的那個角色 所以這樣子沒有意義 你要做你自己找出你最適合你穿了 就是 最舒服 然後 最自在的衣服 這樣子 好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整理東西的時候會有一種糾結 就是我們可能會 會有自身的限制 然後變成障礙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 最近我就瘋狂在整理東西 欸 我真的要講一下 五月 五月這四個月份對不對 剛好是水膩對不對 然後又是冥王星在運行 所以剛好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適合斷舍離的時機 不然你去看星座大師也會這樣說 就是 現在五月的這個時間就是 很奇怪 它好像就是一個想要 重新改變的一個很好的時機 所以你會在這個階段 不知道為什麼覺得 欸我那個櫃子 我以前都不覺得怎麼樣 現在我突然覺得 它好礙眼 它好阿長 我應該要把它換掉了 或者是說 我從來都不覺得我家那一座 那一座衣服山有怎麼樣 可是最近 可能是在家防疫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覺得心情不爽 就覺得我好像應該要好好面對 我這個衣服山了 所以這一個時間點呢 這五月這個時間點 真的非常適合斷舍離 所以現在大家在聽我直播的時候 現在有319個人 你們就可以好好的去開始著手 你那些看不順眼的東西 你也許可以把東西淘汰掉 也許可以把它更換掉 都OK 我自己光在這一段時間內丟了 呃就是捐掉非常多的書 然後清掉了六個籃子 然後一個櫃子跟兩張桌子 反正我清掉很多東西 但是我真心覺得 你的階段性會不停的改變 比方說以前你覺得 這個櫃子就可以了 可是現在覺得 我不要再遷就了 我想要過上好一點的生活 這樣子 好 舉個例子喔 像他就講說 整個房子的書 買了沒看 其實你很多時候 你在書裡面 你是渴望認同 就是 我希望我買了這本書 就可以跟大家一樣 有在看這一本書 所以各位 你就算買了沒看 這本書 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買了真的要看 然後另外就是 如果你的那些書 都只是放在那裡好看的話 你不會再翻閱了 那你裡面的東西 也從來都不會實現 就是裡面的知識 你也吸收不到 講真的 你買書不看 沒意義啊 是不是 那還有 呃像 他要舉個例子 就是比方說 有那種他不丟小朋友的作品 然後 就是覺得說 我把所有小朋友 從小到大的作品 全部都累積起來 這樣子我就是有一個好媽媽的形象 可是講真的 你這樣 無形之中 會讓你的小朋友 沒有辦法獨立 所以這些都是有息息相關的 像菲利斯就說 他最近就是清掉一百多本書 那他也很厲害喔 他說 他用當下來決定 只要他覺得 現階段 他真的不會再看了 那些書囤積在那裡 會一直暗示他說 欸你沒有看我 你沒有看我 這樣 他反而壓力更大 那他乾脆就是把他捐掉或賣掉 等他真的需要的時候 他再去看 這樣也OK 所以我覺得 不要囤積書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你再去把他借回來 或是再把他買回來 也OK 可是你囤積的不看 那些書在那裡很可憐 好 另外就是 在斷捨離這一塊 其實它是一種 付諸行動的治療法 所以我每次都會叫大家 欸動起來動起來 就是你在那裡空想 沒有意義 你真的要動起來 當你動起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 你糾結的那個本質 就是說 欸我為什麼衣服都丟不掉 為什麼我書丟不掉 原來我書丟不掉 是因為我想要讓別人知道 就是 我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可是你書沒看 你智慧從哪裡來 是不是 所以你就可以解開 你的自我限制 你就會越變越好 對 前陣子也送出十幾本書 真的 書這種東西就是 你要看 然後哪怕是裡面 只有一個觀念 可以讓你就是啟發 那就夠了這樣 好 邊聽邊溜中 然後如果 各位記得 你如果在整理書的時候 千萬五湯打開看 就是 你在整理書的時候 你就用封面來決定就好 因為如果你一打開 就想說 我看一下這本 喔不OK 然後今天就這樣 然後就過了 太陽就下山了 所以呢 書千萬不要打開來看 好 好 那 囤積有三種狀態 第一個就是 逃避現實 就是你永遠都會說 啊我沒空 等我有空我就會整理 或是說 啊我真的沒時間 啊我真的怎樣怎樣怎樣 用各種理由 啊我小孩啊 我什麼什麼很忙 所以呢 就是一直在逃避 你要整理的這件事 可是 當你好好地去正視自己的逃避 就是你不要去 呃 就是 不要再逃避了 你就是面對它的話 你反而會覺得不難 因為像 呃昨天我們在挑戰營的直播裡面 就有人就提到 就說 以前他一直在整理的時候 他也會就是逃避整理這件事 就是啊因為我小孩啊 然後因為我什麼什麼 然後我因為工作很忙 什麼各種理由 對不對 可是因為他參加挑戰營 他必須要在這30天內 做出作業 每天都有作業嘛 也不是每天啦 就是我們都有作業 然後 他必須要做 他就硬著頭皮下去做的時候 他突然發現 以前我覺得整理超難 但是我怎麼只要挑戰營 跟著作業做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沒那麼難了 很多時候就是 你想像中的難度 比你真的實際去做 其實差很多的 你想像中的太難了 但是你真的動手做的時候 就像你現在 桌上有一個不要的紙張 你把它丟 欸你這樣就很棒啊 是不是 就是你只要動手做 你有去行動 你一定就會變得更好 而且你就不會再逃避現實 你現在在聽的同時 你就可以做了 好 第二個就是執著於過去 就是你把你的焦點都放在過去 你會想說 我以前怎樣怎樣 我以前穿這件非常好看 我以前是一個公司的秘書 我以前是一個老闆 等等 就是活在你的過去的時候 你反而就沒有辦法看到你的現在 最多的就是那種 他沒有辦法捨棄那種比較貴的東西 可是講真的 以前買很貴的衣服對不對 現在沒有價值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像我們有客戶他會買那個 以前專櫃的那種狗狗家的衣服 一件洋裝五千多 我知道超級貴 五千多真的很貴 可是講真的 你現在穿不下 就算你穿得下 那個樣貌跟體態 都不太適合那個 當時很年輕的你穿的那個樣子 所以那件衣服五千多 是你過去榮耀的象徵 你過去青春美麗 可是重點是 你現在 就是不太適合 所以你 你執著在這個東西 我以前買很貴 沒有用 你乾脆把它送給一個更適合穿的人 讓這個五千塊 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你不要執著在過去 你要重視你的當下 比方說你當下的你 已經不太適合穿這種 紅色格子的衣服 然後可能會有點 太妝可愛 那也許你就是要往上升級了 你可能可以穿一些日式剪裁的衣服 或是更有質感的剪裁的衣服 就是 你不適合的東西 都是在暗示你 你已經往上升級了 你不應該再用我這種東西了 我舉個例子喔 像我小時候 非常喜歡凱西的鉛筆盒 對不對 就是那種大家 人手一個的那個鉛筆盒 我就算現在有再怎麼喜歡 那個凱西的鉛筆盒 我出去帶著凱西的鉛筆盒 也很奇怪吧 但是你知道嗎 在凱西的鉛筆盒 在我國小五年級 我拿著凱西的鉛筆盒 超適合 是不是 就是一樣的意思 那個東西 會隨著你的年齡增長 不管你再怎麼喜歡它 覺得它再怎麼貴 它就是不適合你了 好 另外再來就是 對未來的不安 就是很多人都會卡在這一點 就是覺得 也許以後用得到 然後就會囤積很多日用品 你看現在大家又要搶衛生紙的啊 搶食物對不對 你搶這麼多 你囤積這麼多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 你如果不關注你現在的擁有 聚焦在你擁有的東西的話 你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對你自己很沒有自信 你就覺得 如果我沒有這個我就會怎樣 我怕我以後要用怎樣怎樣 每一次我講到這一個點的時候 我都會講一個 就是說 五年前的你啊 為了怕你以後用得到 也許有一天你用得到 你囤積了這麼多東西 可是你想想看喔 現在是五年後的你 你現在在整理你的家的時候 覺得超阿掌 東西有夠多 我為什麼要留那麼多 我現在真的整理到很煩 所以你想想看 五年前的你 為了現在的你 囤積給你 結果你現在很痛苦 所以為了五年後的你 你現在就開始斷捨離 真的不要再囤積那些 以後也許用得到的東西 用不到好不好 真的用不到 好假設有真的那個百分之一的機會用得到 那也就是那個百分之一 等到時候的你 你可以跟別人借 或是去租 或者是有其他的方法 絕對可以解決的 所以 所以喔 不管是逃避現實 執著過去 或是對未來不安 這三種 其實都是出於一種恐懼 我講真的 我自己本人呢 在我瘋狂斷捨離之後 我有一個感想就是 當我斷捨離完 我都是活在當下的時候 我完全不會有恐懼 我不會擔心說 欸萬一我把這件衣服丟了 有一天我要穿怎麼辦 因為我知道 未來是浮動的 等我到那個時間的時候 我搞不好不想穿那件衣服啊 是不是 如果我把這個東西清掉了 你看喔 像我說我家沒有沙發 沒有茶几 沒有電視櫃 沒有電視 這些全部都沒有 對不對 如果我在以前 我可能就 蛤萬一我們以後要用茶几怎麼辦 萬一我這個 之後想要躺一個沙發怎麼辦 萬一我以後想要看電視怎麼辦 我每一個東西都丟不掉 都沒有辦法斷捨離 但你想想看 當我的當下是覺得 我需要一個乾淨的空間 可以讓我變成一個辦公室 然後好好在那裡辦公 然後我需要一個乾淨的空間 讓我的孩子可以在那裡玩 你知道我小孩子練習 騎腳踏車是在我們客廳騎腳踏車 大家都覺得超不可思議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 我了解我當下需要什麼的時候 把這些不需要的東西清掉 我反而在我的生活裡面有餘裕 我過得非常的幸福 欸好多讚跟愛心 我看一下那個 心靈命靈 我看一下 沒有聚焦在現在擁有 對 容易對自己沒自信 對對謝謝你幫我們筆記 愛心 愛心 好 然後呢整理呢 其實它就是在確認這個關係 讓你的物品處於在那種最適當的狀態 所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的那個東西呢 它是在 放 好我隨便舉例好了 假設你的缸筆很很完整 然後很很明顯的放在你的抽屜裡面 你一打開就可以看到你的缸筆 它就是處於一個很舒服很適合它的家 所以當你的東西都很容易散亂在外面 然後在那裡漂流的時候 就代表你幫它找的家不對 還有你的習慣不對 你總是順手就把它放在那裡 啊這缸筆我扣你零缸還要死 然後又把它放在那裡 這樣沒有用 好不好 那 另外就是 你要有開始就有結束 就是你這個東西拿起來 在這裡使用之後 你結束的時候 就要再把它放回它原本的位置 這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又不小心讓它漂流的話 你就要對你的當下有意識就是 比如說你這罐子 耶我擦完了 然後你應該要把它拿回這個地方放 可是你卻沒有 你把它隨便放在床的旁邊 也許有一天你還會擦到嘛 對不對 可是你下次要找的時候 你會記得最原始你放的那個位置 就是 喔它原本應該要放在梳妝台上 結果你去梳妝台 欸怎麼找不到 原因就是 你的既定印象是它要在這個家 可是你把它亂放的時候 它的家就不見了 所以請你記得 你規定它在哪裡 你用完 你就要把它放回那個地方 好 另外就是 如果呢 一個物品啊 至今都沒有用到 而且你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會用到的話 你跟 你這個物品的使用者 跟這個物品的關係 就結束了 我們擁有這個物品 就是我們跟它有關係 對不對 我需要這個乳液來擦我的身體 可是呢 你就像我剛剛講的 也許這個乳液 你發現天啊 我不喜歡這個 蘋果的口味 或是我覺得它用起來 黏黏的不舒服等等 你看喔 當你已經 不記得這個東西 或者是你根本不會使用它 不使用的東西 一定都有它的原因在 所以 當你不使用 你就是跟它的關係脫離了 它跟你沒關係 所有你不要的東西 都是你前男友 你就可以把它送給別人了 所以 跟你沒關係的東西 你還要放在你家 它就跟你已經沒有愛情的人 你還放在你的身邊 這樣有什麼意義 浪費你的青春嗎 是不是 所以 很多時候 你只要去想想看 你跟這個物品的關係 你就會發現 哇 我跟你沒關係了 我要跟你分手 再見的前男友 你就可以把它斷捨離了 送給別人 它去別人家 會過上更好的生活 然後 還有 有一個我覺得超好笑 它說 如果你囤積那種 沒有作用的物品 其實就像便秘一樣 因為呢 你就是把那些 你不需要的曬 都囤積在你的肚子裡 因為 就像 反正你 囤積這些雜物 就像囤積曬在你的肚子裡一樣 因為你有過多的物品的時候 你反而讓你的生活 就停滯不前 然後你心情就很郁悶 你搞不好還讀書太多 長痘痘等等 所以一樣的啊 你的家也是 你囤積這麼多廢物在你家 那你家要怎麼變得清爽 你要怎麼變得好 是不是 好 那家的狀態 就是你心靈的狀態 所以你的身體 就等於你心靈的容器 你的身體 就是你心靈的容器 對不對 可是呢 身體的容器 你這個身體 住在哪裡 住在你的家裡面 所以你的家的狀態 就是當事人的狀態 所以我每次都會說 我光看那個人家 大家就知道他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吞氣大便不是自願的 呵呵 欸 這樣啊 感覺有人生晚常 呵呵 好 另外呢 就是 呃 環境 就是如果你環境很混亂的話 它是對自己和家人的虐待 我覺得這講得超級好 就是 很多人 我們的習慣是很容易 人類很容易習慣 所以如果你很容易習慣 在一個很混亂的家庭裡面 其實你 你是 對你的家人 跟你對自己都是一種虐待 你會覺得 你每天住在這裡 其實是很不舒服的 而且 他說 沒有人會想要 就是住在一個雜亂的空間 然後也沒有人會在雜亂空間裡面 覺得住得很愉快 這樣子 所以呢 當你創造了這個環境的混亂的時候 就等於在暗示說 欸 我住倉庫也可以啊 隨便都可以啊 那 你看 像這樣子 像你的家人住在混亂的環境 就代表 你們很適合住在垃圾堆裡面 誰想住在垃圾堆 對不對 所以 現在 你如果不想要再住在垃圾堆 你不想要再折磨 還有 因為帶你的家人 你現在就開始動起來 久放不用的東西 會堆積灰塵 對呼吸道不好 也會散發不好的能量 對 真的對健康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每一次我們去 幫那種 囤積很久的人的家的 那整理的時候 都覺得 我好痛苦 全身都不舒服 那就很像 中暑一百次 一樣的意思 好 那還有一種人會有 暫時的心態 也許他是租房子的 然後 就是 覺得 因為我沒有辦法買房子 所以我就是 慶菜的賀 我跟你講 我從來都不是慶菜的那種類型 我就算以前租房子 我也要把我房子弄得 就是很讚 然後收納得很好 所以 即使你沒有辦法去買房子的話 你也可以改變 就是目前居家的環境的狀態 你可以動手去做 你可以去改造 你可以用心去把它佈置好 它 只要你有住 它就是你的家 不管是不是租的 或是買的 這些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你住在那裡 就是要住得舒服 不管它是租還是買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是那種 暫時的心態 你就是在接受 你那種 家裡這樣 都讓我很失望啊 可是你知道嗎 當你正視你的內心情緒 就說 我想要住得舒服一點 你就可以 就可以開始 好好的關心你們家的環境 把它變得更好 而且 你當下生活的地方 是你的 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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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就算是暫時的 你只要疏於整理 就是你很少去管它 整理它的話 你的生活就會變得很麻木 然後很乏味 就啊 就沒力了 然後也不知道幹嘛 不就這樣子 越來越多灰塵 越來越多垃圾 對不對 所以 請你無論住哪 都要盡全力的 給自己一個美好的環境 我就算是租了房子 我也要把它弄好一點 好 再來有一個問題來了 收納空間多 很多人就覺得 啊 我就是應該要收納的空間多一點 可是很多時候 不是你的收納空間的問題 是 是你的東西太多好不好 你根本收不完 就是你收不完 所以 很多時候 如果你收納的空間多 反而相比 對的 你的雜物就會更多 因為我有櫃子躺在坑嘛 對不對 我這裡有櫃子 然後我這裡的櫃子 我這裡的抽屜我都可以放 那你放了 反而是你收納太多 不要雜物 所以 覺得有收納空間 結果家裡的東西 越累積越多 你就沒有辦法 做好你的物品的管控 因為 可以放 就不用抉擇 我幹嘛還要斷捨離 我只要這樣坑啊 你知道這感覺就像什麼 我之前就是去南部的時候 南部的那種 呃 長輩就會覺得說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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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樓 這賣掉 沒關係我拿去樓上放 這賣掉 我放在我車庫 什麼東西都覺得 只要有地方放 我就不用斷捨離 我就可以留在某一個地方 所以 我反而覺得 你有位置 你就想要一直囤積 那 你如果可以 你讓你的東西 就是用空間 限制數量 就是說 我如果這個櫃子放不下 我不要再多買櫃子了 我就讓裡面的東西 斷捨離到 可以平衡為止 好 所以 能 就是有位置的人 就會覺得 啊我能放我就不用抉擇了 然後東西就會越來越多 請大家記得 不是能放就不用抉擇了 而是你讓你的收納空間 跟你的家達到一個平衡 你會非常舒服 太多也很擁擠 因為我前年剛好看到一個 呃 一個部落客 欸不是部落客 那是什麼 就是這群人裡面的那個尼克啊 他們家只有 十幾 二十幾瓶 可是他 四周圍都包了好多好多的系統櫃 然後看起來像十幾瓶這樣 很小很小很小 然後壓迫感好大 所以我覺得 不是你做了滿滿的系統櫃 你家可以收納這些東西之後 看起來就會很舒服 你會很有壓迫感 所以 不是要做系統櫃 是要斷捨 好不好 好 有人說 老師從剛剛聽你開始 我已經收了好多東西 有老師陪我鬆心好開心 然後說話可以避免 中間有迷思入侵 對 就是丟就對了 好不好 我愛的東西送把人 好 那 良好的居住環境呢 當你清掉你的雜物 然後你的空間變整齊的時候 你其實心情就會很輕鬆 我相信參加過我們挑戰營的人 一定有這種感覺 就是 在整理完之後突然覺得 天啊 我主臥室好乾淨 我衣服好舒服 我每次出門都不用再擔心了 或者說 我的小孩說我們家是飯店 所以我就覺得 欸 這種感覺真的就是 當你清掉雜物 你真的就會很舒服 相對的 你心情浮躁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擁有太多東西 很多人都會跟我講說 阿為什麼我好像收沒幾天 我的家裡又變亂了 如果是這種情況下 很多都是你的東西 還是太多 你沒辦法控管 所以你就是斷捨離的 不夠多 不然就是你放的位置 根本不適合 所以那個東西又一直漂流 回不去他的家 好 那又回到剛剛講的 他說 雜物等於排泄物 就我說的雜物等於賽 所以呢 沒有人想要在滿滿的賽的空間裡面 也沒有人會特地準備一個容器 收納品然後來放賽 對不對 不會有人需要這樣子 就你不要東西就是 就是垃圾 或是說 就是像他講的排泄物 你不會去買一個精美的收納盒 然後把大便放在裡面 就不會是這樣 所以呢 斷捨離就是把不乾淨的空間 換成乾淨的空間 然後讓你窒息的空間 變成可以好好呼吸的空間 讓你塞住的這些空間呢 變成一個開放 很舒暢的一個空間 所以當你改變空間 改變你的居家環境的時候 你這個人呢 就會朝那種很正面的方向去 我是阿嬤 什麼是我是阿嬤 你是一個阿嬤這樣是不是 好的 阿嬤都來聽了 阿嬤要斷捨離好嗎 然後精挑細選 如果你在斷捨離之後呢 希望你可以精挑細選 不要讓自己用廉價品 因為你用廉價品的時候 就是對你自己很不講究 就是阿我的勇士用包就好 塑膠湯匙我沒用就好 這個形象就是 我只配得上這種很廉價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你要用心的款待你自己 你要積極的用好東西 當你用好東西的時候 把你自己當成一個貴賓 哼我就是貴賓對不對 用貴賓這樣好好款待 好好靠賞你自己 透過你這個東西 然後用心的 好好對待自己的時候 不管你的是食衣住行 哪一類的 你的生活空間等等 你會覺得 天阿我現在就是 好像能量都不一樣了 我好像就是 好好愛我自己了這樣子 所以你看 有人說 我前幾年因為住的地方重新修 呃重新整修太多東西 就把沒有東西送人 現在都不用整理 沒錯講到一個精華 當你沒有東西的時候 你根本不用收納 也不用斷捨離 也不用整理 都不用就是快樂的人生 好不好 OK 對 你看有人說整理的時候 發現好多一樣顏色的衣服 後來就不買 對阿 你就是在整理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知道是 呃一個 知道自己就是說 原來我重複購買這麼多 我家是阿嬤是屯健 然後我以為你說你是阿嬤 好 OK 那另外 我要提到斷捨離的主軸了 就是說 很多人就是 不知道就是說 斷捨離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它就是從加法變減法 以前我們都覺得 有了什麼什麼 我們就會變得很方便 然後如果買了怎樣怎樣 我就會變得好像很 很 很 有型等等 就是越加越多 可是呢 當你斷絕物品的時候 你捨棄這些東西 然後讓你離開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反而是往減法路線去 你會用一個減法的觀點 來看你的家 如果我不要這個茶几 我拖地就會變得很方便 如果沒有這個電視 我就不用每天擔心 我的小孩一直看電視 對不對 用減法的方法來去思考 然後你就會實踐你的行動 所以呢 然後減法的好處就是 當你被佔據的這個空間呢 就是 嗯 它可以變成一個很寬闊 很舒服的空間 那你管理物品的時間 就是你以前 然後還要花好多時間 整理啊 收納等等 你反而會多出非常多的時間 我相信之前呢 有參加過挑戰 你或者是說 你聽我的直播 有動起來的 你會發現 以前每天 或者是每個假日 你都沒日沒夜的在整理 但是當你的東西斷捨離的時候 欸好像也不用整理了 爽 是不是 對不對 好 那另外就是 你整理東西消耗的體力 就比較不會 這麼累了 你就不會再這麼累 你反而是可以 有一個充容的心情 這樣 哇 剛剛邊聽邊摺完衣服 很棒 對不對 那很多人問我說 斷捨離 要從何開始 其實斷捨離 就是它說 從你觸目所及 就是你看得到的地方 你目前的所在地 所以 欸現在的天啊 你目前所在地在哪裡 就從那裡開始整理 你不想要再看到的東西 比方說 假設你真的現在在浴室裡面 你站在浴室裡面 你看到有哪一些東西 是你不想再看到的 比方說 已經用完的通熱 不知道為什麼罐子還丟在這裡 已經很噁心的馬桶刷 為什麼還丟在這個地方 那你就是這兩個 你不想再看到的東西 還有你眼前目前不需要的 比如說 你以前會用法蠟 啊現在你現在在浴室 突然看到那罐法蠟還在那 打開已經乾掉了 根本不會再用法蠟了 那這些東西 你是眼前目前不需要的 那就可以把它丟了 好 還有一個呢 當你劃分空間 你的東西 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整理就會越來越輕鬆 所以 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你也要整理喔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欸反正我的倉庫大魔網 也不會有人看到 我只要把門關起來 大家也不會往那個方向走 可是你知道嗎 當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堆滿雜物的時候 就代表你這個地方是你平常 連你自己本人都不會去注意的 所以呢 反應到你的內心 就是你的內心就是一灘爛泥 充滿了各種污點 所以如果可以 你應該去要檢視那個 真正你隱藏版的那個大魔網 從這裡開始 你會有更大的成就感 跟畅快 我也發現喔 我們 段 就是教 挑戰營這樣 時期 時期大概 將近千人 千人 這 這麼多人裡面 當他們斷手禮之後 他們最害怕遇到 比方說 廚房 或者是大魔網 是倉庫這一類的 但是當很神奇的是 到了儲藏室 他真的去面對把儲藏室 就是不需要的 比方說什麼大型溜滑梯啊 然後用不到的什麼什麼蛙哥 都送人之後 他突然覺得 也沒有我想像中這麼難 而且反而是 整理這些大魔網 讓他最有成就感 所以各位 今天也可以挑戰大魔網喔 好嗎 好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用物品來當主角 就是說 這個 這東西就好好 這就可以用 對不對 這個蠻貴的耶 就是你都用物品來當主角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 就是讓你屬於 你自己屬於的這個空間呢 被物品佔據 那你就是關係會逆轉 好像這個東西已經變成你的主人這樣 有人問我說 嗯 請問不知道怎麼定位物品 要怎麼樣才讓自己的邏輯 很簡單 你在哪裡用什麼 那個東西就要去哪裡 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比如說 這個乳液我在化妝台這邊擦 所以我就應該放在化妝台上 就這樣 欸為什麼有人 他一聽聲音就知道是六個 對我就六個 因為我生意超好認的 就感覺酒喝很多 有沒有 呵呵 好 另外 就是不要用物品當主角 如果你覺得可以用啊 好可惜喔 等等的 其實是更大的浪費 所以不要為了浪費而留下 因為你等於是 珍藏這些垃圾 就是 你不記得你擁有這個東西 你它的存在感的價值就是零 好不好 零 那所以 很多 他有提到一個我覺得講的超級好的 就是說 你如果 覺得浪費 那就是真正的 才是真正的浪費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被 不能浪費這四個字綁住 不能浪費 有兩個意思 一個呢是 呃 就是 珍惜使用的心情 就是喔這個東西我不能浪費 我要把它好好用到極限 這是珍惜使用喔 可是如果是無法善用的後悔 就是 這東西就好好就放內就好啊 就放內 那你就永遠都放在那裡 所以 我就覺得 珍惜使用跟無法善用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擁抱這些完全沒有 沒用的廢物 其實就是等於把你的垃圾珍藏起來 好 現在再考大家一個問題 我曾經有一句名言叫 垃圾整理好只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知道下一句是什麼 來順便考一下 看到有沒有 有沒有人認識我 垃圾整理好只是什麼東西 現在有三百七十一個人 如果有我的鐵粉 一定知道這個名言 好 垃圾什麼 垃圾整理好只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知道 對 整齊的垃圾 垃圾整理好只是整齊的垃圾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就是說 呃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又...又... 因為我只有這個東西可以拿 就是 假設這裡面是空了 我用完了 可是我覺得 嗯這個瓶子 也許有一天我可以拿來做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累積了十幾個這個瓶子 然後放在那裡 你想想看 我就算把它放好了 我甚至買了一個收納盒 來放這些沒有用的空罐 垃圾就是整...整... 你當你把垃圾整理好 它只是整齊的垃圾 它真的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為了這些垃圾 然後把這些就是沒有用的物品 留在身邊 你浪費你的時間 精力 空間 其實你真的精疲力解 而且這樣是更大的浪費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好不好 不要再花時間整理垃圾 當你當下覺得 我真的不會用的 它就是垃圾 你可以送給別人 就是對你而言之垃圾 可是也許別人用的到 送給別人 好不好 很棒 這些都是我鐵粉 這個都是裝假有沒有 我早就跟他們講好 有沒有 好 另外就是 收著不用等於隨便亂丟 你當你無法不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收納就等於閒置 雖然我叫收納幸福 但是我並不是叫你 所有東西都要收納起來 而是 你只能收納 會讓你幸福的東西 不然其他東西都是垃圾啊 對不對 垃圾整理好只是整潔垃圾 你不需要花時間精力 去整理那些無法活用的東西 當你把它收起來 就等於閒置它 好不好 另外呢 就是你在整理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確認一個關係 就是你確認你跟這個東西的關係 還有 你可以詢問你跟物品的關係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 我現在真的還會用這個東西嗎 不會 那你就可以掰了 就是你在詢問你跟它 現在的關係是怎麼樣的狀態下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應該怎麼去動手整理 所以你要跟不要 就是透過這個來了解你跟它的關係 那 當你整理好你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也等於整理好你的未來 想要過我的日子 所以呢 它就希望就是說 你可以活在現在 當你整理東西之後 你會對你的現在更明確 啊 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 我知道我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知道我要把東西放在哪裡了 然後所以 你去想想看 對你現在而言 什麼東西是最必要的事情 要如何過你的日子 才會覺得更好 然後更重要 再來就是 希望你可以珍惜現在啦 就是你可以活出精彩的每一天 活在當下 你用心過生活的時候 為你下一刻的現在 帶來美好的時光 所以 唉 真的要 叹個氣就是說 你看像現在疫情對不對 呃 我們都不知道 有沒有可能 就是下一秒 就是我們認識的人 甚至我們自己 有沒有可能就是很衰 或者是 很不幸然後中了這樣 真的很難講我不是詛咒 但是我講的意思是說 如果呢 你可以 因為生命很難講 如果你可以 活在現在 活在這個當下 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整理好 你真的不會怕死 像我就覺得我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的 我找到我的天命 就是好好推廣收納這件事 好好把收納 整理發揚光大 那我的每一刻都做得好的時候 就算我真的下一秒 很不幸的我掛掉了 唉 我做得很好 是不是 此時此刻我都還在直播 就是我上一秒都還在直播 然後講得很好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 當我把我的家整理好了 我家裡非常乾淨 然後舒服 我反而不會 怎麼講 就是我反而不會去擔心說 假設我死掉了要怎麼辦 或是我要怎麼辦才好 因為我的家很乾淨 然後我所有的家人 跟家人的關係也變得很好 所以我就覺得 當你活在現在的時候 你就不會是活在過去 或者是擔心未來 你就是活在這個當下 把你每一個當下 活得更好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 如果你是活在過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啊我早知道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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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活在 未來 你會有很多後悔 或者說 或者是很多未來的擔憂 很多焦慮等等 一物斷舍離 對 有一物斷舍離這個 對 好 那另外就是 嗯 我要講到最後一點 就是 在自我形象上 如果呢 你在整理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看 你希望給你自己的 自我形象是什麼 所以你在挑選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嚴選你的日常用品 就是你少量 可是呢 這些東西都是你精挑細選的 讓它的品質是好一點 那你在整理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問自己說 欸 我是不是適合這個東西 例如說 我適合這個贈品嗎 我適合這個便宜貨嗎 還是我喜歡這個便宜貨 或是我喜歡這個贈品 你問清楚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欸 自己的形象到底是怎麼樣 還有 請你現在就可以替換你家裡 身邊的物品 改變你的自我形象 我像我最近呢 就是把 比較舊的那個窗簾換掉 換掉之後換了一個遮光簾 媽呀 超棒 因為以前我的光 我的窗簾就是 水水的那種小花窗簾 可是它會透光進來 所以我永遠的睡不好 結果我突然想到 對齁 我想要換一個白色的 然後遮光窗簾 看看 殊不知 我真的換了一個遮光窗簾的時候 我睡超好 因為我的白天也是晚上 就都一樣 就超暗 然後覺得超讚超讚這樣 所以 像現在你在家 你也可以把 你覺得不OK的東西替換掉 不是 就是 不一定是 要換到什麼多高級 但是換到最適合現在的你 你就覺得 天啊我身舒服 舒服多了這樣 好 另外呢 就是 改變家裡的環境 就可以改變我們的外在 所以呢 你改變你的自我形象的時候 你會更了解你自己 那 另外我也希望 就是說 很多人啊 他在整理家 他看到家人的東西的時候 他會心存不滿 就會覺得說 我覺得他的東西超級愛演 我真的很討厭我隊友的東西 我很討厭我婆婆的東西 我覺得誰誰誰都怎麼樣 可是你知道嗎 你覺得 你對他的東西不滿 你覺得他很討厭 說真的 他也是 他也蠻討厭你的 他也覺得你的東西超級多的 兩個都一樣 是不是 所以你們反而會 漸行漸遠 請你停止投射在物品上的紛爭 這個很重要 我之前講過 請你不要動你家人的東西 不要擅自整理他的東西 不要丟他的東西 就是都不要就對了 請你停止投射在物品上面的紛爭 你要了解你跟你家人關係 你們到底要的是什麼 我們想要一個乾淨的空間 可以好好坐下來聊一聊 你可以跟他講講看 昨天呢挑戰影裡面有一個學員 他真的很有勇氣 我覺得我 我佩服他 因為他就是覺得說 他們 他在整理廚房 可是有很多用不到的碗盤 是他婆婆的 然後他就問他婆婆說 欸婆婆請問一下 你們這些用不到碗盤 就是可以換嗎這樣 可以清掉嗎 一般來說婆婆可能都會不要 但是他婆婆就說 欸對勒我真的放很久都沒用到 那可以可以把它換掉了 我們用好一點的這樣 然後反而 就是 婆婆還剛剛講說 對勒我們觀念要改之類的 好感動 是不是 所以很多時候 你並不一定要 投射 覺得 你的既定印象 就覺得我婆婆一定不會答應 或者說我公公就是這種人 我老公就是超念舊 等等 你不用一開始就 就有這個觀念 你反而 就試試看嘛 就問問看 反正你就當作 我就問問看 不要也算了沒關係 要超棒 是不是 所以也許你在問的同時 他看到你生活的變化的時候 他也想要跟你一起動起來 所以 很多時候是 你就是 去了解你跟你家人的關係 然後 就是 希望家庭裡面的人 如何改變 你們可以好好聊一聊 這是很棒的 最後要提到一個就是 你要持續的斷捨離 斷捨離是沒有終點的 像昨天也有人問我們說 想不到老師們都還在 你們都已經是老師了 你們還在斷捨離 當然啊 我們人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變 就像下一秒也許我的 腦細胞就死了十幾顆之類 有可能嘛對不對 然後或者我頭髮掉了幾根 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變 也許上一秒你還想要喝什麼飲料 下一秒你突然想喝咖啡了 每一秒你都在改變 所以一樣的 你的環境也是 你要隨著你的生活變化 一起去改變 所以斷捨離這件事是沒有終點的 它就像剝洋蔥一樣 你先剝外面這一層 然後接下來再剝裡面那一層 你會越來越進步 所以 當然你技巧上是可以進化的 你可能可以跟物品對話 跟空間對話 還有你可以讓你的思考邏輯進步 然後你的感覺啊 跟感性等等 這些都可以進化 那萬事起頭難 所以呢你想要脫離垃圾場 跟這種就是倉庫的狀態的話 你可以減少物品的數量 然後讓它變成一個 你的夢幻的居住空間 所以 我們最終的人生課題 就是留下必要的人事物 一樣的 當你在斷捨裡最簡單 就是物品這一塊之後 你就可以慢慢的 就是 了解說 欸我的物品減少了 那 那接下來我家裡變乾淨的時候 我可能對人的感覺也會不同 我以後 我可能想要斷捨離一些 我覺得 在利用我的朋友 或是我想要斷捨離 那些 三姑六婆的朋友 這一些 你就可以慢慢的斷捨離 再也最後會進入到事情 你看事情的角度 就不會是像原本這樣 我覺得它就是怎樣怎樣 或是你瘋狂的在抱怨 你反而會往上提升 就覺得說 我感謝他什麼什麼之類的 或是說 我覺得 我的所有的 對事情的看法 都會是比較正向的 或是我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個事情來龍去脈是怎麼樣 所以 所有的一切都是透過斷捨離 可以讓你改變你的人生 你會越變越好這樣 對 你看 先自己來會有小花效應 所以我今天覺得 所有的斷捨離 它並不是叫你一定要就是丟東西 如果你沒有要丟東西 就是沒有要 你當下沒有辦法清這麼多東西 也沒有關係 可是你如果沒有要清東西的時候 或是你丟不了那些東西的時候 請你認真的思考 你丟不掉的原因是什麼 還有 不要把所有的責任呢 都放給別人 比方說 當然你也可以請整理師 可是整理師都是 一昧的在幫你決定 而不是你自己決定的時候 以後也許你想要哪一個東西 你會覺得都是他把我丟掉的 欸 不能這樣喔 你等於把那個責任丟到他身上 這是不對的 你要自己決定 所以假設有兩個東西放在你面前 這件衣服跟這件衣服 你要趁這個時間 好好了解自己 為什麼我都只穿黑的 為什麼我都包色了 我卻很少穿灰的 因為我穿灰的 臉色暗淡 好 假設是這樣 那你就知道 我以後不要買灰的 對不對 所以物品是你的老師 他在告訴你 欸 以後不要買我這種灰色喔 你要買黑色 或是說 欸 我們都是粉底液 你買了這麼多粉底液 我們這五瓶裡面 只有一瓶你有用 其他我們都過期了 好浪費錢喔 等等 這些東西都在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所以 我會很希望每一個人 你就自己斷捨離 自己斷捨離之後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聽我直播我都有交 對不對 所以你就聽我直播 那你真的不OK 你也可以參加挑戰營 或者是親自挑戰營 這些都OK 這些一定可以幫助你 在你很迷茫 不知道怎麼整理的時候 殺出一條邪路 你會變超強 所以我剛剛有看到有人說 真的很感謝可以參加挑戰營 改變很多 那我覺得 就算沒有參加挑戰營的情況下 你自己只要有動手做 你聽我直播 你重聽十次也可以 絕對會有動力的 那我今天直播的這一本書 叫做 丟把成為更好的自己 那我會很希望 每一個人 就算你沒有看這一本書 你也可以聽我直播 當然 如果你真的很希望 學習這些知識 因為我剛剛只有講了一部分 但是這一本書裡面 真的是滿滿的乾貨 我希望大家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要買書的話 斷捨離系列 除了斷捨離那一本書以外 你可以買這一本 就是丟把成為更好的自己 我相信 在這一段時間 就是在家休養啊 休息的這一段時間 你多看書 就不要再滑手機了 不要再追劇了 你就是好好的把那些時間 拿來整理你的家 或者是看一些書啊 聽聽廖哥直播 絕對會有很大的差別 那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 然後希望每一個人 就是聽完我的直播之後 都可以動起來 好 那今天的直播很高興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本書 丟把成為更好的自己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掰掰